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Chanel Shoe Collection 看到幾個盒在後面 為什麼試完會有這個影片呢 我之前在Facebook Live 推出了一雙Chanel鞋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興趣看我的Chanel Shoe Collection 因為不是太多 有11雙 我覺得有些風格都蠻不同 所以我問大家有沒有興趣 大家都說有興趣看就想看 所以就有這個影片出現 稍後我會穿鞋子上腳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腳的效果 先聲明 我對腳趾不漂亮 腳甲我做了Gel甲 有一隻是崩了 但我又很想拍這個影片 所以不要緊 我想大家不會介意我有腳趾甲崩了 大家看都當看不到 而且這個影片完結後 大家可以告訴我有沒有興趣看我其他Chanel Shoe Collection 如果有的話我當然可以做給大家看 不過製作產品上有點複雜 因為我要找鞋子出來 找個地方放好它才可以拍到東西 而且穿上腳那一刻我會變成瘋狂 因為又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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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緊 如果大家看得開心的話都值得的 又是Youtuber最經典的Disclaimer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是講Chanel Shoe 如果你不喜歡你對這件事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轉台 我絕對RESPECT你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開始了 稍後會嘗試分類和大家分享 但有些我就不知分類去哪裏那些我就會說 稍後我會告訴大家為什麼我會買那雙鞋 而且穿完之後 因為有些是沒穿過的 穿完之後覺得好不好穿 我覺得Channel的鞋都不是特別好穿 不要期望我穿上腳後好像沒穿鞋那麼舒服 不是的 但我之前分享沒有Valentino那雙鞋那麼離譜 即是走不到去哪裏已經刮到損 又沒有這樣 最多是有夾和有刮都行到的 即是貼兩塊膠布 再給它一點時間 其實都是OK的 穿上腳會鬆 之後都可以說一點舒服 但不要期望像穿converse那麼舒服 不會 第一部分我想分享的是他們的Espadryles Espadryles是草鞋 這些是不可以下月穿的 千萬不要下月穿的 不然會不耐用的 這一雙是經典的 我覺得它蠻平衡的 好像有點織紋的 下面有CC的Logo 前面也有CC的Logo 是銀色黑色為主的 但那些線是有點幻彩的 我覺得這雙的樣子黑色也蠻隨意 所以當時就買了 這雙是我的第二雙Espadryles 我一會兒給大家看 我記得當時買這雙Espadryles的時候 售貨品是跟我尺寸的 我本身穿39 拿了40給我試 因為它說這雙Espadryles是有點窄 如果腳很闊的話 基本上穿正常的馬 但我的腳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反而我穿40 穿大了一馬就很鬆 好像脫鞋一樣 我自己買39 如果你問我舒不舒服 我覺得OK 但頭一兩次穿久了 過了三個小時後 開始這個位置有點夾 後面有點刮 但我覺得OK的 起碼可以先走 頭三個小時都是沒問題的 但穿久後就沒事了 可以的 這是我的第二雙Espadryles 第一雙Espadryles 很Classic的 白色 大家不要怕我碰住頂子 我會去洗手 因為很難讓大家看得到鞋 所以有時要碰住頂子 但大家不用怕我會去洗手 這雙Espadryles是我的第一雙Espadryles 很新鮮 因為我很愛穿它 我喜歡黑白色 其實我買鞋很少買黑色 除非很有東西看或高跟鞋就會買黑色 但通常我穿衣服已經經常都是黑色 如果鞋都很黑的話 整個人都很黑 所以通常我買鞋會有pop of color 這雙Espadryles是一個例子 白色 這雙Espadryles是皮 跟剛才的材料是不同的 這雙Espadryles都是皮 我自己都覺得這雙OK的 舒服的 因為皮都很軟 但頭幾次穿過了三小時後有點夾 但穿完幾次後已經鬆了是OK的 有很多人在FB問我怎樣打理買了貴一點的鞋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打理它們 反而有幾件事會做 例如穿完這雙Espadryles 我首先會回到家裡先浪乾它 怎樣為之浪乾它呢 就是不要放在鞋櫃或收起來 就是放在地上找一個位置 踩不到的 浪乾它 因為腳會有些汗或外出腳會有些汗 我擔心那雙Espadryles就會臭了 那雙鞋 浪乾完一兩天 風乾它 然後我會看看皮的皮有沒有什麼損傷 如果有損傷又髒的話 我會用濕紙巾去抹一抹它 抹完或用皮膏去搓一搓它 然後如果沒什麼特別的話 我會塞這些紙巾去 其實裡面也有一塊的 塞… 撞鬼 塞不到 塞紙巾去 之後我會放進鞋盒去存放 就是這樣簡單 然後我繼續夏天這個SIM展示給大家看兩雙鞋 這雙是他們的經典款 我想大家都見過的 不要介意我碰住底 我真的很難力 大家都見過的 其實是他們的經典花花那款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小的Chanel Logo 我選了黑色和珍珠白色 我記得Sales跟我說 我買這雙鞋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千萬穿長裙不要在這裏 那條裙不要太長 擦到這裏 擦到顏色就不好 通常我這個很少穿裙 穿褲去穿 我喜歡它比較女性 比較經典 有雙花在這裡 但又不太女人 我覺得都OK的 又是Monogram的色 因為是黑色和白色 但我覺得這個珍珠白的花有一點光的效果 比起就這樣白色的立體感比較重 我自己覺得經典都要有一雙 另外一雙是這一雙 這一雙 這一雙是很不同的 都是比較經典的 因為有些珠珠在前面 大家看到這裡有CC Logo 下面有幾粒珠 然後是穿著的 跟著褶子後面是做了一個碎色的 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看 女生有一點型 也是很漂亮 又是清淡的 我通常買名牌的鞋 都很少買很奇怪的 我通常都買經典的 因為這些我打算一穿 穿十年八載 所以是一個投資 我不會買太流行或太怪的 所以我選擇的都是清淡的 至於好不好穿 我真的要說 可能我的腳真的太怪了 我穿這雙和剛才那雙是有點刮的 後肘是有點刮的 又是初時穿大概三小時後開始有點刮 我整天都下雨 我不喜歡下雨穿涼鞋 我很怪的 我不喜歡污水碰到我的腳 所以我很少穿到它 我都是穿過兩三次 所以都是刮的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但前面的腳趾位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刮的 後面的肘就有一點刮 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然後到平底鞋 平底鞋我第一雙想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雙 這一雙好像是Lofa的感覺 是一個Saturn finish 是不是那些叫刮面 是亮身的 前面是很小的CCLogo 後面這個位置 我最喜歡它後面的肘就是做了珍珠 對 做了珍珠 我最近穿過這麼多次都沒有脫掉 應該可以吧 而且這些都不要緊 如果真的脫掉的話 你絕對可以拿去Chanel看看有沒有維修 因為有時它是做得到的 我耳環脫了幾次都可以做得到 沒問題的 所以都不用太擔心 這雙好不好穿呢 我覺得這雙我買這雙的時候 我打算它的樣子比較平衡 因為它刮面感覺上比較平衡 但它的形是比較平衡的 我都蠻喜歡這雙鞋 但每一次穿都還未穿得鬆 我已經穿了20次了 都未穿得鬆 後面那邊還是刮 而且這個位置也有一點 這雙我都是買39的 剛才那雙鞋我都是買39的 即是true to size 不用浪費 但我覺得這雙都要給點時間穿鬆 但我都很喜歡這雙鞋的樣子 因為感覺上它搭油仔褲也可以 而且搭掉腳的西裝褲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都是多元化的 它也有不同的款式 它又好像有皮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款有興趣 就自己可以試去看看 然後也是平底鞋的系列 就是它經典的Slingback 其實我不是想買這款顏色的 但香港我找不到它經典的 它經典的顏色就是beige color 有一點米黃色 前面是黑色後面有一點搭 但它的搭是闊的 不是抖領 但我還未找到那雙鞋 所以我看這雙鞋都蠻是我的風格 我買的BA都很推薦的 說都很配合我 這雙我買了大半碼 39號半 因為39號穿完出來 我的肘是凸了一點出來 不太好看 所以買了大半碼 所以如果你去買這雙鞋都要留意 看看後面會不會突爭 因為如果突出來就好像穿不適合鞋 就不太好 我自己覺得這個 其實我最初買的時候有點關心 因為我覺得它很女人 因為Slingbag給我的感覺都是很女人 我沒有即時買的 我上Pinterest看別人的風格 就是這雙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Sincerely Jules的Block 我會放在下面 它有一雙是一樣的 但是高跟的 Block Heel Block Heel也很舒服 因為是這麼高而已 不是太高的 我覺得它Style出來的樣子是很帥的 因為它是穿條 穿完衣服 穿爛的牛仔褲 然後就穿這雙鞋 我覺得OK 都可以這樣Style 之後他們告訴我有39號半 我再回去試 後來我就買了 這個我還沒穿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材料給我感覺有點秋冬 所以我就打算秋天才拿出來穿 起碼涼一點 因為我現在都是T恤牛仔褲 很難可以穿這雙鞋 但如果有些日子我會穿襯衣服 或者穿西裝外套 我就可以開始穿這雙鞋 所以感覺上都有點秋冬 所以現在還沒穿 穿完再跟大家分享它穿好不好穿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樣選擇這雙鞋 我覺得樣子比較荒蠻的鞋和高跟鞋 就是這雙鞋 這雙是平底 有一點差但不高 這雙是很經典的鞋 前面又有花花的 這雙有CCLogo 前面這裡做了黑色 後面這個位置都是做了黑色 有條黑色邊 我看到這雙鞋的時候 買了好一陣子 看到這雙鞋的時候覺得很經典 我亦都很喜歡它的顏色 所以我就買了 我覺得這雙鞋是比較正常的時間才穿的 所以我只穿了兩次而已 因為之前上班開會 所以我只穿了兩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是不錯的 都是刮的 都是刮的 要花點心思穿才會開始舒服的 所以我又不是太太心思穿的 因為它穿出來的樣子是很... 又不是很grand 但是相當的 我配搭比較肌膩的西褲 然後西裝褲 然後我就穿它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這雙鞋如果對我來說 你可能會驚訝我一點點 因為這雙鞋看起來很女性的 我覺得穿裙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我之前有一次穿西裝褲、西褲 然後另外一次因為大老闆來 所以我穿了一條裙子去搭 我覺得搭裙好看一點 我自己覺得 但我因為穿裙的時間不太多 所以我都是搭褲 但可以中性搭少少女性 去neutralize tone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女性 很多裙子的女生 我想你會喜歡這雙鞋 因為穿上腳都漂亮的 剛剛這雙比較女性 我要找一個盒放進去 否則我一會不知道哪個盒打哪個盒 這雙鞋是比較新入手的 因為我看到她是覺得很是我 而且我覺得是很容易搭配的一雙鞋 因為她是黑色 但我之前在Facebook Live都說我忍恨 因為她有另一雙是這個樣子 但是綠色加黑色 是她的經典顏色 但她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我就要放棄買這雙鞋 但她是羊皮的 所以是很軟的 這些位置都是軟的 所以我覺得除了刮之外 都應該不會流血吧 應該OK的 我穿完再跟大家分享 這雙鞋不是很高 是Kitten Heel 後面有一個小的CC 你不細心看的話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其實我買高跟鞋 我喜歡有些東西在後面看 前面可能是很平衡 但後面有些東西我覺得很性感 這些就是我對高跟鞋的迷戀 我之前分享過太高我不會穿到 這些我覺得是OK的 而且我試鞋的時候 這袋我也是買39 試鞋的時候在地板走一會兒 我覺得她都穩妥 不會搖暗的那些 有些高跟鞋子穿了好像兩邊擺 好像站不穩 那些我通常不會買 這雙是完全站得穩的 而且我覺得很好搭 基本上穿牛仔褲也可以 你隨便搭配到這樣的鞋 就立即上升了整個造型 或者是正常穿衣服的時候 搭配這些都是非常好搭 黑色又有八個 這雙鞋我都不知道怎樣稱讚它 我覺得我會在特別時間才穿 因為我暫時都還沒穿這雙鞋 就是這雙鞋 搭配很高的 我先解說一下這雙鞋 就是這樣的 是它Classic Flats的樣子 加了一雙鞋 其實是高的 對我來說是高的 但我超級喜歡這雙鞋 因為原本的鞋看起來會比較女性 但加了銀鞋後 我覺得整件事就有型了 它連這個位置都有 整件事就有型了 而且旁邊有一個很小的CC標誌 也是它Classic的CC紋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很Classic 這雙鞋基本上看二十年都不會驗 但我二十年後不知道還穿不穿得這麼高的高跟鞋 但無論如何我試穿腳後是很漂亮 整個感覺是不同的 而且因為厚蠶所以穿得很穩 所以當時我肯定自己買這雙鞋等待有特別的時間就可以穿 例如生日、吃飯、如果將來會有些活動 我會有機會穿這雙鞋 因為我沒有這麼高的高跟鞋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可以投資的選擇 而且你看我選擇的樣子 看二十年都應該不會悶 接著到最新入手的一雙鞋 之前在Facebook Live下訂購了 就是這雙Ankle Boot 剛才我說那雙黑色高跟鞋 我買不到這雙顏和這雙顏 所以我一直很想念那雙鞋和那雙顏 所以看到它出了Ankle Boot我就買了 因為我是會穿的 Ankle Boot不太高 只不過是這樣 所以我會穿的 而且Ankle Boot包住的位置是很穩固的 亦都是陽仔皮 所以都是軟軟軟的 我覺得我個人穿Ankle Boot的經驗 Ankle Boot應該不會怎樣刮的 所以我都很放心 我覺得我穿這雙鞋的機會是比這雙高跟鞋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CC Logo 又是不細心看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這雙鞋是經典的 而且我穿上腳後連售貨員都說驚奇的漂亮 最後一雙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雙 之前都介紹過 都是一雙短鞋 是露子的 我喜歡它的地方之前都說過 就是這個位置做了一條金的線 後面有CC Logo 亦都是陽仔皮 所以穿上去都軟軟軟的 肘算不算高呢 都高 但我覺得OK 因為穿出來的感覺很Sexy 就是這樣了 這袋我當然還沒穿 買的時候是很熱的 所以現在都沒什麼機會穿了 除非我去旅行的地方都會有機會穿了 但我秋天就會掘它出來 大家在Blog上都會看到時尚會穿著它 當然穿完會跟大家說究竟是好不好穿 很快就展示完給大家看十一雙Chanel的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也要先去收拾鞋子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大家 因為我上網看到有人說Chanel的Classic Flats 它對源頭平底鞋其實是很好穿的 我想問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還未有Chanel的Classic Flats 因為我看不適合 但如果大家都擁有那雙鞋 是不是真的很好穿呢 是不是真的很舒服呢 是不是真的不刮呢 我就想知道這些東西 大家會不會建議買呢 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驚訝 因為好像剛才聽到很多雙鞋我都還沒穿 但其實我不知大家是否一樣 有時買了東西會很心急拆開它來穿 有時買了東西又很不心急 等下一季才穿的東西 我不是只有鞋子是這樣的 有時包、衣、褲、褲都是這樣的 下一季才穿 我覺得不會跟別人撞 我就是這麼乖 希望大家享受這個影片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究竟大家覺得他們的Classic Flats 值不值得投資呢 還有大家有沒有興趣看其他的Shoe Collection呢 我們下次再分享 Bye Bye Hello 大家好 我多化妝品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經常要試東西給大家 所以我避免不了有很多化妝品 但是